首先呢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py文件 02 然后把它取名叫 内涵Spider 名字写错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class一个 内涵 因为我们等一下不仅要获取第一页的内容 还要获取后面每一页的内容 所以我们代码就很长哈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实现 主要逻辑 首先我们写一下思路 第一步干什么呀 Spider的URL地址对不对 就是我们内涵的首页URL地址对吧 那第二步呢 发送请求对吧 获取响应 那么第三步呢 提取数据 速度非常简单 因为这就一个页面 第四步保存对吧 我们呢先写一下这一二三四步 首先第一步 startURL 我们可以定义为self.startURL 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URL地址呀 放在这里来 然后呢我们定义一个ParseURL这个方法 这是发送请求会去抢应这个方法 这是发送请求 那对呢肯定要import request的对吧 这个方法写了很多遍了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使用一下Response 等于request叫get 然后URL对吧 headers拿过来用一下 等于self.headers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定一个self.headers 把前面这个地方的headers拿过来不行 因为那是个手机版的headers 对不对 把它复制过去 在这个地方粘贴一下 然后headers有了 我们可以return response 叫content 叫decode对吧 那么 拿一下utmstr htr 等于self.parseURL对吧 然后就是传self.startURL进去就好了 那HMR的伺服传拿到之后呢 我们得提取数据了 对不对 这当前只是de的数据 所以我们定义的方法叫get first 配件 contentList 那我们把htmstr传进来 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就要重重提取数据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import一下re 用我们要真正不较的事来提取 那可能有很多同学在写的是re.findall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传入itmstr 加上re.s 加上r 然后中间呢我们写个 可能有同学写的是p对不对 再写的-p对吧 中间写的点心5号括号括起来 这地方大家跑一下之后可以发现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跑一下这个情绪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print一下contentList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调一下这个方法 stift getcontentList 然后呢我们跑一下程序看一下 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那就是内涵 对于内涵spider 然后内涵在run对不对 执行一下 参数没有传对吧 HMSTR传进去 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下面还有一些不想要的内容 比如说什么地址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找下工作对吧 那我们搜一下它 它是在哪的 是不是在这啊 为什么出现问题 因为这也是在p标签中间的 对不对 所以刚刚我们单纯的只写一个p 匹配p中间的内容 肯定就会就可以把它p标出来 对不对 然而呢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三条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 core外面内容写更具体一些 我们发现写 只写一个p标签在这里 还不够 那我们应该再写一些别的内容 对吧 别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p标签前面还有h1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把h1放过来 对吧 那把h1放到这就完事了吗 首先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双引号 对不对 双引号 你们要用双引号给怎么办呀 转移对不对 是不是对你们双引号 今天转移就好了呀 转移其实还不够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个有换行对不对 是不是有换行呀 中间可能有些其他的字符 在中间 我们不清楚是什么 我们也不用管 那我们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可以写点心问号 让他代替那些中间那些符号 那现在我们只要p中间的点这个符号 对不对就好了 对吧 重新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那刚刚呢我在前面加了这样一段内容 大家可以发现 加了之后呢 好像问题是没有了 对不对 结果就是正确了 对吧 那为什么还要在p标签前面加这一段内容呢 就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修饰的条件 或者说是现在的条件写的更死一些 对不对 我们要写heclass.title 后边的p标间后面的内容 而不能单纯只写p 因为单纯只写p的话 会把其他地方的内容给匹配到 是吧 这样写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刚好是那些我们想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会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return一下 对吧 containlist 然后containlist在这接受一下 然后做一下保存 保存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这是提取第一页的数据 定一个方法 进行保存 if一个savecontainlist 然后呢 我们把containlist传进去 然后这是保存 所以在这地方也是一样的 先打开一个文件 对吧 为是open 比如说叫内涵.tlt 然后a的方式写入 那么f.write 对吧 write是什么呢 我们还要在后面再便利一下 for content in contentlist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要写了 那写的话就要写字符串进去 对不对 那么在import下json 那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应该能明白 所谓的json在我们python里面用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直到看起来像python类型的这种字符串 对吧 cntntcontain的放进去 那么我们还可以加个参数 叫insureask.force 然后我们就不添加换行了 就让一行是一个段子 对不对 然后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打印一下 print一下 保存成功 那第二条这个方法就是save.savecontainlist 然后把containlist传进去 对吧 传进之后呢 我们当前就把第1的内容全部拿到 拿到了 对不对 第1内容呢应该 我们要写的话呢 其实我们写不了这么多行 我们可能写个四五行就写完了 对不对 那只不过这里呢 我们通过面向对的方式的话呢 就多定了几个函数 多站在几个位置 那么把第2内容拿到之后 我们得看第2页第3页 以及最后一页的内容 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看一下 下一页的u要记者是什么样子的 下的数据在哪个地方 点一下加更多这个按钮 我们发现当前这个u要记者 它是并没有 重新的刷新的对不对 而是在当前这个页面上呢 出了这样一块内容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肯定是发送了一个什么请求呀 阿甲克斯请求对不对 那既然是阿甲克斯请求 那个请求在哪呢 我们是不是得找到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哪呀 发现了吗 没有对吧 没有的话呢 我们把它重新刷新一遍 再去看一下 那就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拖到最下面去 然后呢 我们重新点一下这个按钮 就好了 注意看 是哪个u要记者呀 没有看见吗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它呀 我们看一下 它的响应是个json 对不对 看一下预览 是这样的内容 然后data里面呢 好像有些数据 我们展开看一下 这里面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里还有category 这里面是什么的 好像并没有段子数据 对不对 那段子数据好像是在这里的 这里有好几个字典 在一个data列表里面 展开看一下 这里有个group 还有comments 对吧 group里面呢 好像就是有这个内容 对不对 写这篇作文 然后呢和同桌一模一样 问它怎么回事 那它may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数据都是在里面的 对不对 当前呢一共有这样 20条 就一页有20条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再来点一下下一页看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如果 刚刚没看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再注意看一下 点一下 是不是一个椅子json 出来了呀 刚刚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URL介质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去分析一下URL介质 首先它是get请求 对不对 URL介质在这里 isjson 有这样几个参数 对吧 参数是这个样子 先眼熟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前一次的get请求 这个URL介质是什么样子的呢 由哪里变的呀 哪个地方变的呀 是不是就masktime变的呀 其他地方都没有变呀 看见了吧 就masktime变了 那就masktime变了 那masktime变了 那masktime它从哪来的呢 刚刚大家注意到了吗 data 没有注意到吗 是不是就在这儿呀 写得非常清楚 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那这是当前这个地方 响应的masktime 那这个masktime 它会在哪用的呢 是不是就下一个URL介质里面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不是对应的masktime 对应的值呀 81002 我们看一下这儿 它对应的preview里面 是不是就是它呀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前下一个URL介质 它里面masktime的值呢 它是来自于上一个URL介质 对应的响应里面 是不是 只要从中把它masktime值取出来 是不是就取到了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它除了有masktime 还有什么呀 meantime 不重要哈 还有什么呀 大家全部都看到 刚刚好就漏掉了哈斯莫 对吧 看一下这个哈斯莫 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呀 是否有更多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它来判断 是否有下一页呀 如果它是force 没有下一页 对不对 否则的话呢 就还有下一页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么问题又来了 刚刚呢 我们这是第二页的数据 在这个地方 那么第二页数据的masktime 在哪呢 我们前一次 并不是个json请求 而是这样一个 html字幕串的响应 对不对 那这个masktime值在哪呢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搜一下呀 搜一下当前这个地方的响应里面 是否有masktime对应的值 对不对 那么拿着这个值去搜一下 我们搜masktime也好 后面这个字幕串也好 都可以搜 点一下它 点一下 搜一下 看到了吧 是不是就在这里面呀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前我们获取第一页内容的时候呢 不光我们要获取 它里面的这样一个 段子内容 还要获取masktime的值 我们获取masktime的值 是为了把下一页的UR值构导出来 对不对 那在这里呢 我们做一下这个事情 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获取到了containlist 我们再获取一下masktime 等于R1.final也是一样的 那么先写正则 然后后面写这样一个HMSTR 对不对 那正则该怎么写呢 我们把这一行复制过去就好了 中间我们要的那段内容呢 我们括号括起来 点心问号就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呀 那么这结果是个列表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取列表的第0个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返回一下masktime 那既然masktime返回了 那这里呢我们就要接收一下 对不对 是masktime 对不对 那接收了之后呢 我们第四步做完 我们是要获取下一的时候 第五步要干什么呀 构造下一页的UR地址 对不对 下一页的UR地址 那UR地址勾造好了之后 该干什么呀 第六步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发动请求或许响应啊 然后第七步呢 提取数据对不对 提取masktime 对不对 这个masktime提取出来说 来构造下来的UR地址对吧 那么第八步呢 保存对不对 第九步呢 循环 是不是就循环五到八步呀 循环五到八步 就思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下面呢我们做一下 第五个事情 nextUR 构造一下 nextUR等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 在nextUR里面 就是这个UR地址 也是json的UR地址 然后里面呢 只有masktime的值在变 其他都没有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呢 拿出来 放到我们的引擎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再定一个self.nextUR time 对于它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这段内容呢 括而括起来 那到处呢 我们点format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我们nextUR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有了呀 就是self.nextURtime.format 对不对 format什么呢 masktime 对不对 我们刚刚取到这个masktime值 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构造一个 下来的UR地址呀 UR地址有了 然后我们再干进一步事情 方向请求获取响应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就是jsonstr 对于self的parseur 把nextUR传进去就好了呀 那么得到一个json字符串 得到一个cson字符串 我们该干什么呢 是不是从中去提取数据了呀 这个地方 这是第二页提取数据和第三页提取数据方法 是不是一样的呀 以及第四页 包括最后一页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都是json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getcontainlist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把json还是其他传进去 因为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第一页的方法 提取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第一的方法是从ixtr字符串中提取 那这里我们是从json中提取 所以我们就重新勾定一个方法 就是提取从第二页开始的所有的数据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使用json.loads 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换成python的字典呀 roads json.str 得到一个dict.ret 那么dict.ret的样子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 我们得提取里面的数据了 比如说我们要提取什么呀 提取里面的这样一个containlist 对不对 我们的这样一个段子的内容 段子内容都在data里面 data是个列表对不对 我们先取到这个data 然后再使用密表推导式 就可以把这份内容全部拿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取下data 就对于dict.ret 取什么呢 取这里面的先取data 对不对 取完data呢 再取data 是不是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data里面 这个字典包含了还有data 对不对 这个data对呢 是不是这样一个列表呀 看这个样子 方块破起来是个列表 对吧 取data 那取到之后呢 我们的containlist 就是data里面的 每个字典中的段子的真正内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使用密表推导式 那就是for i in data 那每个i 这个时候是不是这里的一个字典呀 就这样一个字典 对不对 那么我要取这样一个字典里面的 段子的真正内容 段子的真正内容在哪呢 刚刚看过的是不是 在group下面有个content 对不对 这是不是段子的真正内容呀 那么除了这之外有了 text是不是也有呀 是不是也有啊 text的 这两个地方都有 对不对 他们是一样的哈 我们只要随便取一个就可以了 那可能有同学想 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不清楚为什么是一样的哈 因为这是别人服务器返回的 对吧 如果是我返回的话 我肯定知道为什么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做一个谈论的时候 我们只要取到数据就完事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i先取什么呢 先取这个group 对不对 是不是取到group啊 group是个字典对不对 取到group之后呢 取什么呀 content 对吧 在content里面 就取到了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返回啊 返回下contentlist 那么在这里接收一下 那么contentlist 对于selfgetcontentlist 然后呢 把jsonstr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除了取它之外 是不是还要取masktime的质量 那这里呢 我们顺便把masktime的质量 直接取一下 取它也是一样 为了构造 下一个的优练地址 它在哪呢 它是在这个data下面 是不是 刚刚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呀 在这样一个 第一个data下面 有一个masktime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取啊 是不是dict 217 先取data 再取masktime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能明白吗 这是 这个data嘛 它是最外层 那它里面的masktime 对应的值 对不对 那取到之后呢 我们也一样的把它一起返回 masktime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用masktime来接受一下 接到之后呢 我们先保存一下content list 保存content list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调用一下cf的savecontent list 就好了 对不对 把content list传进去 那么 接下来第九步循环 循环该怎么循环呢 就是先去构造下的u2地址 那下u2地址是这样子的 放到这里来 放这里来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 masktime 在这个地方第七步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更新了呀 所以放到这里来 这就真正的masktime了 就是第三页的masktime的值 对不对 放进去之后呢 第三页的u2地址拿到了 第三页的u2地址拿到之后呢 是不是发动请求呀 干这个事情 对吧 其实这个事情干了之后呢 就看提出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事情干了之后呢 再去干什么呀 保存 循环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循环开始了 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写对吧 我们可以在前面写v2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写个v2处 在第五步之前 v2处 当然大家也需要知道的是 肯定不是处了 对不对 因为需要一个条件停止 对吧 处我们只是暂时这样写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思路 先或许第一页的内容 进入v2处循环 循环的时候呢 它先构造第二页的u2地址 请求或许数据 或许数据之后呢 然后保存 保存由于这里是处 对吧 它会接着进行下一步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masktime值再放进去 但是在前面的时候呢 masktime值在这已经更新了 所以这是第三页的masktime值 对不对 然后构造出第三页的u2地址 然后接着去请求 提取数据 提取masktime值 再更新了masktime值 对不对 然后再保存 再去不停地循环下去 这是个死循环对吧 那肯定有一天要停止 什么时候停止呢 哈斯莫对不对 哈斯莫我们刚刚看见 在这里有个哈斯莫 这样一个次段 我们可以猜 它可能就是我们 数据终止的一个条件 比如它是否有更多数据 它如果说没有更多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去干什么呀 停止了这个w2处循环 对不对 那所谓哈斯莫的值 我们是不是也要提议出来呀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再取一下哈斯莫 那哈斯莫怎么取呀 是不是Digto 217里面的 Data下面的哈斯莫呀 哈斯莫顺便的也返回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接受一下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写哈斯莫 对不对 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程序从上往下走 最开始是没有哈斯莫了 对不对 那没有哈斯莫怎么办呀 给它一个假的哈斯莫 对不对 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让哈斯莫等于处 这表示什么意思呀 有第二页对不对 我这里强行的让哈斯莫等于处 表示有第二页 为什么表示是有第二页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哈斯莫会更新 变成真正的哈斯莫 对不对 第二页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 假设它是有的 而且本来第二页肯定是有的 不能只有一页 对不对 那这样写的话呢 我们整个程序就写完了 对不对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小技巧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 把这个哈斯莫 在后面再接着写一遍 我们再提前 构造一个假的哈斯莫就好了 对吧 虽然它前面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定义的 对不对 在后面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它就完事了 那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整个程序是不是就写完了呀 直到什么时候程序会结束呀 先获取第一页 再获取第二页 第二页的时候 更新哈斯莫 哈斯莫根据它来判断是否有 下一页 如果哈斯莫为force well循环结束 整个程序结束 如果下一页为处 接着再去构造URL地址 再去保存 再去判断哈斯莫 是吧 那么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由于没有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打印一下URL地址 然后这里我们打那个保存成功 对吧 跑一边程序看一下结果 又是这个错误对吧 这个错误呢 UTF-8 看它很费劲啊 我们就不太请求了哈 没有变对不对 这个地方 Muscle他们的指没有变对吧 变了吗 变了对不对 9378 3378 7378 对不对 是在变的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内涵 内涵忘了一件事情 非常尴尬是吧 什么事情啊 RED换航符对不对 所以它全部在一行显示了 看起来不方便 重新跑一边程序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这个内容 就这个样子的对吧 就这个样子的哈 那这个程序呢 我们到这里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和我们之前的程序 稍微有些区别在于 我们第一页拿到的数据呢 后面一页 后面每页拿个数据呢 可能稍微有些不一样 因为第一页呢 它是一个HCML页面 那么后面每页是节省 对吧 所以在第一页里面呢 我们可能要单独定一个方法 去提提数据了 那后面每页的话呢 就变成一样了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我们虽然在这里写了很多步 但其实指定来看 它似度还是和之前似度一样 可以归结为这样四步 对吧 先搁到一个U2地址 发动请求 或者响应区区数据保存 那么只不过在后面的时候呢 也是做了这样几步而已 对不对 为什么要再做这样几步呢 因为方法呢 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些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来做的 这个代码本身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不对 大家觉得我这个注释 写的太少吗 注释我要再多写一点吧 后面代码里面 哪个地方需要写注释呀 这个地方取数据的时候 需要写吗 我平时很少写注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名字 写的非常非常的形象很具体 你一看一眼这个名字 就能知道它在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大家后续也可以这样子来做 那当然了可能 大家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可能并不能一开始 就跟我写的一样 为什么我写的这么顺呢 因为我写的几十遍了 对不对 但是呢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可能每一行写完 可能并不知道这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乱方法里面 应该写一行 打印一行 特别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 它的返回到底是个什么内心的时候 你突然忘了 这个findwall到底返回一个列表呢 还是返回原阻呢 对吧 你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print去打印输出 去观察 它报错了 我们就在报错之前去打印一下内容 去看一看